德凯奥特曼都惊呆了 他开着车居然都上天了 这让他非常担心 但他并不是害怕 他在担心 要是他心爱的车摔下去 岂不是要摔坏了 可就在这时他居然发现有一群奥特曼 他们也在半空中跑步 德凯看了看他们 心想 这一定是闯入了一空间 看上去是在半空中 可能这些都是假象 他使劲一加油 直接开来过去 不料却撞上了石头 德凯直接把他心爱的车给撞坏了 之后 他又变出了一辆新的车 继续出发呀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能力 你最想变出一辆什么车呢 我的天哪 就在德凯加速前进的时候 他居然在车上甩了出来 幸好德凯战斗力强 才没什么大碍 于是德凯又站了起来 继续去开车 看看乱走乱逛能不能找到出口 毕竟他挺着急去找小伙伴们玩的 就在这时 他居然开进了一条彩色的车道 这里五颜六色的 还飘出一阵阵彩红糖的味道 把德凯馋得不行 真想跳出去抱着马路肯 德凯送了自己几巴掌 这才清醒过来 继续认真开车 可万万没想到 越往前开就越危险 这居然是一条过山车道 还好德凯开车技术好 才能躲过一劫 实在是太危险了 德凯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可是不管怎么开 都好像没有尽头 这下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德凯突然想起奥特老王曾经说过 有一种红色能量能击退所有黑暗力量 或许这种红色能量 可以帮助到德凯离开这里 德凯开车开了那么久 实在是太累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帮帮德凯给他红色能量吗 千万不能让德凯疲劳驾驶啊